曾玉琴先生演讲 大家欢迎 尊敬的万干主席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 从有到好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大家好 再次在宜宾 参加世界动力电池大会 和大家相聚在 全球的动力电池之都 我们的 从有到好 那意味着什么 首先对于行业来说 动力电池 已经迈入了 从有没有 到好不好的 新阶段 包括产业 布局的持续优化 结构更加合理 不断实现 转型升级 其次 对于企业来说 从具备生产 动力电池的基础能力 向 更负责任 更高质量 更创新 生产 和服务的过渡 最后 对于 广大运户来说 从有到好 意味着 从满足 电动汽车 使用的基础需求 到能够 让其体验到 更高品质的 产品和服务 当然 从宏观层面理解 动力电池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也需要 包括 增长的稳定性 发展的均衡性 环境的可持续性 和社会的公平性 过去一年 尽管面临着 疫情的仿佛 和供应链挑战 刚才大家都汇报了 全球绿色发展的决心 能未减弱 动力电池总装机量 达到了500多个基瓦时 增长规模超过70% 新能源规模化变革 不断提速 承载着酸碳战略 重要使命的动力电池 正成为世界 新教动能转换 汽车消费服输的 顶梁柱 过去一年 全球碳中和行动 加速推进 欧盟持续推进碳关税 美国明确 未来十年投资 三千六百九十亿美元 用于能源安全 和减少碳排放 中国九部门联合了 印发酸碳科技路线图 未来五年到十年 全球降弹减排 进入了攻坚期 窗口器 对动力电池产业 交付的效率 和交付的品质 都将提出更高要求 从行业看 BNEF预测 2030年 动力电池市场需求 将达到4.8T瓦斯 同时 根据高公里电预测 2030年储能市场需求 也将超过一个T瓦斯 T瓦斯时代 未来以来 我们也看到 全球有很多企业 加入了动力电池的赛道上 来参与竞争 在不同的产景下 市场应用 对电池的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还有很多领域 电池的商业模式 还没有成熟 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电池产业的前半层 我们已经可以满足市场需求 而电池产业的后半层 我们需要如何 引领市场需求 如何从有到好 与产业一起迈向 高质量 跃升发展的新阶段 那么如何做到 从有到好呢 首先 科技创新 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动力 创新 是宁德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早在2020年 我们就聚焦三大战略发展方向 构建了四大创新体系 依托材料与材料体系创新 系统结构创新 极限制造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 您的时代在电池安全性 能量密度 快充 循环寿命 耐高温等方面 持续突破 不断提升标准 向创新 要动力 我们以凝聚态电池为例 不仅兼顾了高比能和高安全 还具备了快速的量产能力 在极限制造方面 电池产业仅有的全世界两座灯塔工厂 都来自宁德时代 我们的产品缺陷率达到了PPB 也就是十亿分之一的水平 我们的第八代超级智能产线 PSL除了产品的PPB级质量保证外 也实现了效率的极大提升 人员数量下降70% 速度提升300% 在创新模式方面 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到巧克力饭店的 简约性便利性 我们的饭店服务品牌 Evergo已经在厦门、福州、合肥、贵阳等地运营 为孕妇提供巧克力式的 组合饭店整体解决方案 同时也正在推进重卡饭店服务 通过投资建设和运营电动重卡的饭店站 进一步解决新能源重卡的里程焦虑 补能焦虑 其次 日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和强根基 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绿色发展 在我们宁德时代 灵碳是责任、是能力 更是我们的发展机遇 今年4月我们公布了宁德时代的灵碳战略 在2025年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 2035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 引入了大量工业4.0的工具 系统性的来降碳 去年我们启动了业内首套针对锂电池供应链的审核工具 Credit 价值链可透明持续的审核计划 我们将这些经验通过Credit计划 分享给产业链上的合作伙伴 帮助产业链上的企业找到可持续发展路径 宁德时代希望能有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进来 共同实现整个供应链资源的高效利用 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实现灵碳目标过程中 我们在储能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5月底我们刚刚发布了全球首个零辅员 关注如何解决方案 摆脱了传统储能系统方案对冷却系统 及辅助电源的依赖 实现了储能系统运营效率 响应速度 使用寿命 耐用性 安全性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显著 宁德时代希望成为灵碳战略的排头拼 带动整个新能源行业的灵碳升级 第三 科技平权 在高质量发展的终极目标 刚才各位领导都说了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科技平权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所在 您的希望不仅希望能能够用得上电池 更希望能能用上好电池 任何西洋科技创新在早期都是稀缺的 但科技创新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扩大世界的差距 它的目的一定是大众的 科技平权的 宁德时代励志为全球提供最先进电池 这种先进一定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能享受到的先进 实现普费共享 让高质量发展成果费极于名 科技创新 实现技术 突破技术壁垒 科技平权 带来价值共享 这也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川决胜宜宾客 兄弟相望 侠树心 宋代诗人徐内的这句话 虽然不是写在宜宾 但是这句话放在今天最合适不过 动力电池产业未来的前景充满想象 但将这种想象变成现实世界的绝世盛景 不是凭谁一己之力就能实现 让我们携手以科技创新和科技平权的初心 共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始于绿色 心与创新 胜与共银 与君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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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